那么言归正传 辽戴的野铁技术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传说当中那么牛呢 专家告诉我们 想要验证这一点 要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是产量 二是质量 但是很可惜啊 在考古现场咱们没有找到 野链好的铁系成品 因而我们无法从质这个角度进行评估 现在能够验证的就只有量咯 那么这些炉子的产量究竟怎么样呢 经过初步的计算分析 队员们得到了一个 十分令人吃惊的答案 您听好了 这里发现的四个高炉 每一个都能日产铁约1.2吨 年产量如果以连续生产 五个月来计算的话 那就是将近180吨呢 在这么一个不到150平米的地方 就这么几个看上去不太大的炉子 竟然有这么大的产量 简直是夸张好不好 队员们就觉得 就算仅凭量一个数据 也很说明问题了 辽国的野铁技术的确很强 野铁技术 这一点算是证明了啊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辽人为什么非要选在这儿 野铁建炉呢 前面咱们也说了 即便搁在现在 科学技术发达了 交通越来越便利 这儿水泉沟村 依然还是一个不那么便利的地方 那在古代就更不用说了呀 辽人跑到这深山之中 也炼大量的铁器 究竟是为什么呀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队员们决定对这里 进行一次扩大性的考古发掘 这一挖可了不得了 怎么呢 原来这附近不止水泉沟村 这一处野铁遗址 队员们还找到了三处 汉家川野链遗址 铁卢村野链遗址 以及磁牡川野链遗址 一共发现了炼铁炉十座 这哪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这完全就是一个精心构建的 庞大的辽带升铁野链基地 试想一下 如果这十座高炉同时运转 那场面得多么壮观 这个新发现 着实让考古队员们心中一惊 这下转发现了